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热恋中的情侣来说 彼此示爱是生活的家常便饭 但对多数已经结婚的夫妻 向另一半表达爱意却变得困难了很多 本着增进夫妻感情的目的 幽默观察家在超市策划了一场 《夫妻打折挑战》 在这个抽奖箱里 装满了写着打折任务的卡片 参与挑战的夫妻 只要根据上面的要求向另一半示爱 就可以赢得相应的折扣 对这场用告白换打折的活动 逛超市的夫妻们会踊跃参加吗 幽默观察现在开始 首先参与打折挑战的 是这对甜蜜的像连体婴儿一样的夫妻 我给你们说一下规则 箱子里面有不同的打折券 打折券上有一个夫妻共同完成的任务 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打折 你们要参与吗 来到里面就完成 小哥 我们这是打折 不是打架 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好吧 别害羞 赶紧看看抽到了几折吧 试一下看吧 很简单 看这两位感情这么好 说十个理由 简直就是动动嘴的事 这么简单 他们一定会参加吧 规则是这个样子 你们站在那台上 现在你们要边拍手边说出 喜欢对方的理由 来 看着对方的眼睛 就像是几十年没见过老婆的眼睛一样 小哥现在修的笑纹都能夹死苍蝇了 戴着新娘上轿一样羞涩的状态 他就这么一扭一扭的从现场保掉了 没想到三折的折扣还是没能让他们说出喜欢对方的理由 下一位参与挑战的朋友 也会像他们这么害羞吗 接下来被打折吸引的 是这对打扮时髦的年轻夫妻 同样 他们的打折任务还是输出喜欢对方的十个理由 听到妻子连十个喜欢自己的理由都说不出来 丈夫的眉毛都要表演跳高了 接下来这二位还会愿意继续吗 站到这边来 你们要一起拍手 然后每个人依次说喜欢对方的理由 一共要十个 眼睛很大 嘴巴好看 鼻润很臭 好 我懂 懂了 是这个节奏 是的 既然明白了规则 那挑战就要开始了 这对相处时间并不长的夫妻 能够想出多少喜欢对方的理由呢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长得瘦 长得帅 长得漂亮 长得丑 丑都能算喜欢的理由 还真应了那句话 爱情是盲目的 自己善良 爱干净 善解人意 回头吧 鼻子挺 对 都会收拾 会说话 脾气好 好 工作好 夸不出来 华饼 天呗 听到妻子夸到一半就没内容了 丈夫被伤害的 已经不仅是打折的热情了 还有身为男人的自尊 他夸不来了 你瞎编吗 他头上就夸上了 他身上 腕脚啊 手啊 腿 嘴 嘴 咬鼻子 你先把这个夸一遍吧 来帅哥 你这样算作弊的呀 虽然丈夫很有作弊的嫌疑 但看在他这么想被夸的份上 我们就放他一马 在挑战继续之后 他们能否凑齐十个理由呢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正直 胆子 胆子帅 胆子漂亮 眼睛小 胆子 眼睛大 善良 民品 会做饭 冰花小嘴 白耍鞋 会是不是佳 小金子 小金子 热耳鞋 来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想到自己赢得了三折大奖 丈夫激动的 就像在开先进世纪报告会一样 在恭喜他们的同时 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他喜欢妻子的这些理由 不会是为了打折鞭的吧 他真的有这么多优点吗 真的呀 那没说完呢 没看完还想不想说 但是我怎么感觉 你们两个为了打折 什么都能说出来呀 没有 你看 身体好 长得瘦 眼睛大 鼻子挺 是不是 这就是真正的 哦 看来 在丈夫的心目中 自己的妻子 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呢 虽然说得很甜蜜 但再问下去 单身的观众 可能要有意见了 对他们的观察结束 让我们去采访一下 这有爱的一对吧 她有跟着的 来 三哥美女 你最喜欢你女朋友 说你的哪一个优点 她平常夸我不多 她夸我哪一个我都开心 为什么不选择 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呢 就觉得挺好 我觉得 其实我们是 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准备组 恭喜你们 上电视了 是广东卫视的 真上电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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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参与挑战的 是这对自带口号的夫妻 奥运 来来来来 我们是打折 中不到五百万哈 不要太激动 好的 现在您可以抽奖了 哇 十个啊 没错 依然是夫妻打拍子 说出喜欢对方的十个理由 接下来 他们能完成挑战吗 准备好了没有 大概是要通过冥想找到十个理由 妻子现在的眼神就像在和外星人心灵沟通一样 三二一开始 漂亮 舒坏 温柔 好 按照正常逻辑 打拍子 应该是在说话前打的 二十 漂亮 他们这没事就拍两下的画风 是鼓掌 还是在打蚊子呀 酸妆 皮肤白 头发好开音 我怎么拍得起电影 对照顾人 大姐 你这是在夸老公 不是在背课文 不带思索这么久的好吧 那个不好意思 我们的挑战是不能中断的 不过可以再给二位一次机会 要不要再来一次 那我们开始 三二一开始 漂亮 大 温柔 不照顾人 贤贵 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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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上次妻子忘辞的教训 丈夫决定 不能让悲剧重演 为了编出足够的理由 她想到了一个机智的办法 眼睛漂亮 眼睛是白 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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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个办法 如果再说下去 估计丈夫就要夸到眼睫毛和脚指甲了 看在她这么卖力的份上 就算他们过关 马上为这对夫妻送上打折券和记者的采访 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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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表白 只要表白的音量够高 任务就算完成 哇哦 你们先站在这个台子上 丈夫要向妻子表达心里的爱 我们会用分贝一次音量 要超过120分贝才算完成 科普一下 120分贝相当于过年放鞭炮的音量 或者是警车鸣笛的声音 也就是说这位先生的告白 起码要喊成这个样子 在众目睽睽的超市之中大声示爱 大哥能接受吗 三 二 一 说个爱都要酝酿这么久 你当你是准备演讲稿啊 爸爸 我好喜欢你啊 不够你这才六十分贝 嗯 准备好了 爱有多声呼唤就有多大 眼看呼喊声已经和爱扯上了关系 大哥顿时不好意思了 大哥老婆面前可不能虚啊 最后一次机会千万要抓住 三 二 一 宝宝我好喜欢你 很满 虽然做出了要把分贝仪吃掉的动作 对着背水一吼的表白 分贝仪还是给出了一百二十分贝的评分 恭喜他们 让我们赶紧去问问他们的打折有感吧 你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距离上一次这种表白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天天都有 只是说没有在大林广州之下这样太夸张了 你觉得这次体验怎么样 一身的汗 这种爱要大声说出来嘛 对吧 你们这个节目很好 接下来参加活动的是这对眼里 只剩下了打折的小哥 我们是夫妻打折挑战 只要按照打折券上的要求 完成任务就能打折 这个任务就是丈夫站在台子上大声喊出对妻子的爱 听说丈夫要在台子上向自己告白 妻子的脸色像是回到了被求婚的当天 而丈夫则修得像是刚吹了一瓶二锅头一样 如此腼腆的她们会接受打折任务吗 哇 同时我还会用这个分贝仪监测你的声音 要超过120 我说一二三一开始 一二三 雷蛋我爱你 尽管有点害羞 但为了五折的折扣 小哥还是呈现出了 要把眼睛挤眉的状态 还差20分贝再试一次 雷蛋跟你在一起 我很开心 开心 为了挤出更高的音量 她连脖子都不由自主地伸长了 我很开心 非常可惜 还差20分贝 感受了棋子的鼓励 小哥再次叙事待发 现在让我们聆听这个男人 心中爱的呼喊 雷蛋 雷蛋嫁给我 你不会错的 好 谢谢 可以刚好 刚好一个 恭喜你们获得了五折 虽然有点害羞 但出于对打折的渴望 以及对妻子的爱 小哥还是突破了自我 获得了五折的折扣 在恭喜他们的同时 让我们去采访一下 这对勇于是爱的夫妻吧 你们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好啊 然后你们被我们观察了 好 在这种公共场合里 没有做过这样的挑战吧 没有啊 第一次 你觉得这种挑战给你感觉怎么样 挺刺激的 我也就是蛮感动的 平常这种场合肯定不会说 好 接下来观察的 是这对像是披着棉被逛超市的夫妻 五折 一出手就抽到五折 大叔激动的 连自己的习惯都暴露了 这是不患癌 你要对你的妻子表白 听到这个年轻人都会害羞的题目 大叔羞的眼睛都要失踪了 在站到台子上之后 他能完成这次艰难的挑战吗 憋了半天 就叨咕出最基本的三个字 大叔 您表白的方式 是从庐山列列学的吧 为了帮他通过挑战 得教他一句 这年头流行的了 您可以这么说 亲爱的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 听到这个自己孙子才会用的词汇 大叔的眼睛再次羞没了 大叔 答案都教你了 赶紧扯开嗓子告白吧 好 亲爱的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小甜甜 大叔 这是向妻子告白 别冲着演员说好吧 你别对着我说呀 你跟您妻子讲 是吧 最后一遍好了 亲爱的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小甜甜 戴着八点钟太阳一样灿烂的笑脸 大叔用年轻五十岁的方式 向妻子表达了历尽时光的浓浓爱意 此时夫妻间紧紧相拥的温度 估计 连怀里的速冻水饺都感受到了吧 观察结束 让我们为大叔送上打折券 和记者的采访 你们好 你刚刚做了一个小活动是吧 是这样的 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我看你对妻子很大声的表达了你的爱意 是啊 有多久没有这样对你的太太说 好久了 最近有四多年 心情高兴的 找回了年来的感觉了 几时间都没给丁太太说这样的吧 今天在这个 见了你们这个机会了 把心中的爱 送给太太听了 谢谢你 还是非常的甜蜜 太可爱的一对夫妻了 对错 而且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 其中的一位龚女士来到现场 嗨 你好 龚女士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没有问一下就是 丈夫在你心里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 我觉得我丈夫首先他是很有责任心 像他对爸妈呀 然后对宝宝 特别是对我都特别的用心 有没有什么一样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比如说路上有一滩水 他都会 把它擦干 不是 老婆 来 请走 他会抱着我过去或者是背着我过去 真的 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也会跟我老婆偶尔表达一下 我们太善于在外面 每次我就跟我老婆说想去亲吻他 说老婆我可以吻你吗 然后我老婆就把脸凑过来 我说我想亲亲嘴 他说不行 我说怎么了老婆 他说口红很贵的 亲脸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转移一下 我们来看看他的父亲们会怎样的面对 在公众场合需要秀恩爱呢 有没有观察 现在继续 在之前的六组观察中 对于两项需要用语言完成的打折挑战 参与挑战的夫妻要么略显羞涩 要么直接放弃 看来对天性内敛的中国人来说 当众说爱还是有点难度的 在接下来的观察中 导演组将改变观察方向 安排一些需要用行动完成的打折任务 对于这些简单粗暴的打折挑战 大家会不会更容易接受一点呢 幽默观察 现在继续 接下来参与挑战的 是这对夫妻 提醒各位家长 把孩子放在这里可不太安全 大家不要效仿啊 我们是一个夫妻打折的挑战 只要按照打折券 完成任务就可以打折的 这儿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你们 愿意参加吗 愿意参加 明明是抽打折券 但由于胳膊太短 女儿呈现出了在地洞里抓兔子的画风 很吉利的六折 那么对应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的 传说中的六折任务 是要丈夫用公主抱的姿势 抱住妻子二十秒 与此同时 夫妻二人还要对唱情歌 对于这体力和爱情的双重考验 这对夫妻会愿意接受吗 想到在提琴几年后 还要动用封印已久的公主抱神功 丈夫的表情就像要被抓去参加大力士挑战赛一样 连抽签的女儿也露出了做错事的表情 帅哥为了打折为了爱情可不能怂啊 为了在发力前节省体力 丈夫机智地利用了桌子作为启动平台 不过 既然刚刚是颠颠分量 接下来就正式挑战吧 加油 像特种兵扛原木一样 丈夫用颤抖的肌肉 托起了沉甸甸的爱的重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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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柔美的情歌 但配上她拼尽全力的状态 却产生了一种传功耗子的壮烈感 大哥 时间快到了 坚持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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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过程有点艰难 但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鼓励下 丈夫还是用男人强健的臂膀 为家人赢得了打折 在恭喜她们收获六折的同时 马上去采访一下她们的挑战有感吧 你好 您参与了那个活动之后心情怎么样 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抱着东方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折磨组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类似于公主抱的这样的举动 没有 从来没有过 面对商场这样的折扣活动 可能需要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 有一点秀恩爱的那种类型 你们能接受吗 我觉得还好 我可以接受 而且只是做游戏而已 又不伤大雅的 我觉得可以别伤 这次参与挑战的 是这对年长的老夫妻 拿一个 拿一个 公主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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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公主抱就是用双手把鸡子抱起来 坚持20秒 似乎是第一次听到公主抱 这么新潮的词汇 夫妻两人乐的 就像在相亲会上互换电话一样 对这个年轻人都未必能完成的挑战 他们会参与吗 不知是对体力有信心 还是太想打折 大叔不但上了台 还直接上手了 可以跟你们稍微减少一点 不是 你放开我还抱不了 我还抱不了 还有 使出这个拔电线杆的姿势之后 大叔的脸色就像马上要喷火一样 你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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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惨了 大叔这个逻辑 翻译过来就是 就是你沉 绝对不是我没劲 在充分感受了妻子的体重之后 为了打折 他还会继续挑战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好 一 二 三 开始 虽然使出了权力 但除了把妻子掰成了六十度角之外 似乎并没有离地啊 好了好了好了 虽然很想打折 但出于体力的限制 大叔还是无奈的放弃了 观察结束 让我们给可爱的大叔送上真相吧 下面被挑战吸引的 是带着怀孕妻子逛超市的大哥 解释一下 这位激动的阿姨 其实并不是大哥的丈母娘 她只是来看热闹的 拿钱吧 买酒浆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只要抽取打折券 夫妻按照上面的规则做就行了 或许是想到妻子现在能代表两个人 大哥果断把机会给让了 设计规则的时候 我们确实没想到会有孕妇参加 既然大姐不方便 我们就降低一下难度 拥抱的 拥抱可以吧 好 嘴上虽然有点害羞 但是为了打折 一二三 开始 老婆 来 虽然开始是为了打折 但是 看她们黏糊的 像是久别重逢一样 完全是借着挑战秀恩爱嘛 等一下 要深情对望 想到身怀六甲的妻子为家庭的付出 大哥似乎想这么一直抱着她 完全不要松开了 看来 虽然起初是被打折吸引 但在甜蜜的拥抱中 夫妻的感情也产生了新的升华 在恭喜她们获得打折的同时 让我们去采访一下甜蜜的两口子吧 哈喽 你们好 哈喽 你们好 你们刚刚进行了深情的拥抱是吗 哦 对 距离你们上一次拥抱有多久了 很长时间 像这样的那样的抱就很长时间 因为我老婆怀孕之后 很重 没有这样再体验这样的感觉 嗯 像这样的活动的话 我就正好就 抱一下 体验一下 我们自己提起这个温暖了 在三组公主抱挑战中 除了最后一位妻子有孕的大哥 其余两组夫妻都接受了这项挑战 看来相比甜言蜜语 中国夫妻更喜欢用抱抱表达感情 接下来打折挑战继续升级 导演组将进行一项既简单粗暴 又富有流行元素的夫妻任务 她究竟会是什么呢 这次被打折吸引的 是这对看到打折就倒车的年轻情侣 好 这个不能偷开哦 大概是买了太多纸巾 她们现在非常想打折 在小心翼翼地摸了半天之后 她们到底能拿到几折呢 折扣很有诱惑力 那么挑战又是什么呢 没错 四折劝的打折任务 就是时下很流行的告白手段 毕咚 男士和女士呆在墙边 男士单手靠墙 发出咚的一声 这是雄性魅力的信号 是恋爱中两人的心跳 想到要在超市里施展如此火辣的告白 看起来很潮的她们能接受吗 啊 先生 你去干嘛 闭东的呀 不知道是急着打折 还是急着东女友 她似乎想找面墙赶紧开工 别着急啊小哥 我们这个挑战 那可不是东在什么墙上都行的 在一般的墙上闭东是不行的 我们有一个专门用来闭东的墙 在小哥发出疑问的同时 我们的墙来了 看到这块像巨型奶酪片一样的物体 在缓缓移动 小哥和妹子的目光 就像被粘影纸给粘住了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墙 那你二位准备好了吗 此刻小哥庄严的目光 就像肩负着延续人类文明的希望一样 而此刻的妹子 5秒 10秒 15秒 好像忘记了自己意外的存在 呈现出了把瞬间变成永恒的状态 好了好了 你们再逆位下去 单身的观众估计就要砸电视了 观察结束 赶紧拍记者把他们拉开吧 嗨 你好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幽梦观察家节目组 平常在生活中 你会不会经常向你的女朋友表白呢 很少吧 最开始就是她向我表的办法 我就觉得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害羞 后来就 就比较习惯了 但是 刚才又有了那种感觉 在公众场合秀恩爱 你们觉得你们能接受吗 可以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比较 嗯 开放了 不像以前了嘛 就是说爱的话 就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了 也很好啊 那今天要不要 借着这个机会 也跟你女朋友表白一下 好 我现在向着 在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面前 就你们说 我爱你 送走了小情侣 挑战现场 迎来了这对老年夫妻 你好 我们是一个夫妻打折的挑战 只要按照打折券 完成任务就可以打折的 那今天你们俩谁来抽呢 她 叫她 她是女王 居然会用女王这个词 打野的心态蛮潮啊 要的就是您这种心态 因为 接下来的打折任务就是 似乎想读出这个新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叔呈现出了念经的状态 没被遢 жел 我给延长一下 好浪漫的意思 啊 ah magari 喊 但是壁东这个动作真的是不需要kiss的 对于壁东换打折的活动 这对老年潮人愿不愿意东一下呢 那我们现在游戏开始吧 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既然接受了挑战 接下来就要请出自带动力的壁东专用墙了 叔叔阿姨我们的墙在这儿呢 你看啊 不但完全没有被墙下到 大妈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在这个 好像要去拉二胡的演员身上了 来我数三二一我们就开始好吗 来三二一开始 站在挑战台上 大妈的表情就像看到了成亲喜宴上的丈夫 而现在的大爷也如同想起了妻子大红盖头的模样 迈着强亲一样的豪迈步伐 还要施展自己的新技能了 这磅礴的爱的力量 连我们的墙都被深深折服了 大爷大妈 祝你们每天都能有今天一样的新潮和开朗 现在导演总要送上打折券和对他们的采访 阿姨我想问一下您啊 当叔叔毕动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回到可能几十年前 刚刚谈恋爱时轰然心动的时候 有啊有啊好激动啊 您叔叔会表白吗 哪里会说这个话呢 上一次表白是什么时候呢 过多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去去香港啊 我们坐地铁 他在我耳边说 我爱你啊 这叮咚啊 您说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节目组 哎呀广东卫视耶 来叔叔阿姨好 我老家耶 叔叔阿姨参加了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心情是怎么样的 非常开心 我有一点心跳 好像打轮一样 也谢谢叔叔阿姨这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呢也送上咱们在美方提供的一些小礼品 谢谢 多谢广东卫视 在两组毕动的挑战中 不但年轻的情侣表现得十分干脆 就连两位老年夫妻也动得十分开心 看来对于这些新潮的示爱方式 大家的接受程度还是很高的 在最后两组观察中 导演组将启用一种十分朴素的告白方式 当原本平常的动作 要在热闹的超市里完成时 大家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次参与挑战的 是这对开心的就像刚刚领证的情侣 这次的任务要求两人相隔四米 呼喊着对方的爱称向彼此飞奔过去 在惯性的作用下 会呈现出神舟飞船对接的画风 当街头常见的情节 换到了人来人往的超市 大家还会愿意接受吗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你设计三二一吗 那你凯云你这个叫什么 恋爱中的人们 通常都是这种动物世界的叫法 大家别在意 那你凯云你几个男朋友呢 小妹 好 好 好 很期待啊 那我就准三二一进来就通飞方跑 我先支持一下飞方的爱情 然后就跑过去拥抱电话 你有过很浪漫的音乐吗 呃小哥 现场虽然没有 但是我们的编辑可以上吗 不信 你听 我不得腼腆 你可以开始了 一还三二一吧 好 那我就三二一 我们开始来 三二一 开始 也许是太着急抱到对方 这两位呈现出了小蜥蜴跑步的状态 喂 你俩才分开十秒钟 不要腻味的就像是十年没见了好不好 对他们的观察结束 让我们去采访一下 这有爱的一对吧 先生你好 在这里是吧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节目组的 我知道你早点跟我说拍 我就把腰挺直了 要不我们再来一次呗 嗯 如果我们有一个超市打折的活动 但是可能需要你们两个人 在大屏广中秀恩爱这样子的 你们会愿意参加吗 那没问题 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 可能就是能结束 但是你要知道 那种上年纪的可能就不太容易结束 好 在接下来的观察中 同样在超市深情拥抱的 还有这对情侣 哇哦 这个好简单 这个好简单 你们听听一下怎么办 来吧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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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甜蜜成这样 就算没转晕 这份爱情也够让人眩晕的 打折圈拿好 不要再羞恩爱了 当时您抽到这个奖项的时候 内容的时候 您心里有什么想法 挺开心的 在超市里没有这样抱过 你的心情怎么样 开心啊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节目组 然后恭喜你们 你们上电视了 可以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 可以促进一下双方的一些感情的交流 至此 今天的夫妻打折挑战全部结束了 通过今天的观察 我们的结论是 当在超市遇到需要表达爱意的夫妻挑战 喜欢对方的理由 一共要十个 大部分夫妻都会乐于参与 而且当面对行动类的挑战时 大家普遍会比语言型的挑战 表现得更加擅长 长得漂亮 长得丑 在观察的最后 导演组要对所有接受挑战的夫妻 表示衷心感谢 祝愿你们在未来的生活中 能铭记今天的激情和感动 执子之手 共度一生 很意外的表象 看似保守的夫妻 真的在人多的时候 秀起恩爱来 你这样吓死人了 而且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夫妻们 会稍微保守一点 现在稍微年纪轻一点 可能会开放一点 其实我觉得在公共场合秀恩爱 我们的确有的时候 需要把握一个那样的度 不能太过 但是有的时候 你想想看 在公共场合小秀一下恩爱 其实有助于帮你找回那种 恋爱的时候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夫妻 包括情侣 不管是在热恋的时候 还是在这个平淡期 都常常地去关注到对方的感受 多给对方一些惊喜 好 好的 各位 我们今天的幽默观察家的 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 您除了每周二晚上21点10分 在广东卫视收看我们节目之外 还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同时您可以通过 中国新闻网 中国青年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搜狐娱乐 凤凰娱乐 今日头条和扎克 了解更多节目的相关资讯 当然了 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新浪微博和官方微信 来跟我们互动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谢谢